我们要讲这个谬误之路了 这个就是或者说意见之路 就是愚者的思维 蠢货笨蛋 大傻 X的他们的思维 就是我们 你已经学哲学了入门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狂妄 没问题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甚至说 很多哲学系的学生 全人类99.999%的人口 他们都过不了这一关 就是对于谬误之路的正确理解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 就很简单 因为太简单了很多人不相信 你知道吗 所谓的谬误之路 意见之路很明确的 就是第一句话叫做存在者不存在 存在者不存在 存在者不存在 有的人会觉得哇这不是很高明吗 很有辨认法的思维在里面吗 其实这个时候 你就要理解什么叫存在了 在海德格尔看来 或者我认为是在一种鲜明的古希腊 你当然可以说我是海德格尔主义者 没问题啊 在海德格尔看来 所谓的存在 它并不是冷冰冰的 停留在那个地方 就是凭空就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这不是存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 存在就是这个 用那个英语说的话 就是自己给出自己 或者我用中文说的话 所谓的存在就是无中生有 自己把自己给出来 了解吗 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会认为说 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 它并不是自己把自己涌现出来的 并不是自己在时间当中 每一个瞬间 这些东西都是不停的 在自己涌现出它自己 绝大部分人不是这样想的 绝大部分人会认为 比如说这个杯子 它就一直在那边嘛 这个杯子从哪来 别人制造它出来的 那些元素从哪来 制造它们总要用一些材料元素吧 它会最后 最后推到后面 宇宙大爆炸 就是说 它总是有那么一个 它自己不能给出它自己 你明白吗 它自己不能给出它自己 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庸人会认为 要么就是认为 比如说这个房子 它就是在那边嘛 它一直在那边嘛 它就是在那边嘛 对吧 它不需要时时刻刻给出它自己 所以这些人 他头到里面就是说 存在者是不存在的 存在者是不能够存在的 存在者不是 it gives itself 不是不停涌现 不停地给出它自身的 了解吗 那么他们会认为 不存在者存在 不存在者存在 就是说他们会认为 有一个场域 有一个虚无 不停地在涌现出来 这个虚无就是时间 或者就是历史 或者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场域 就是说他们认为 比如说一加上零 等于一 再加零 还是一 无限加零 还是一 他认为说 这个零我是可以无限加的 因为它本身是虚无嘛 我可以不停地加 不停地涌现它 不停地 it gives itself 不停地给 多给一个零 多给一个零 没问题 我该也能打算 做得非常好 批判 我看下面 总得时 我刚刚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